男人每进一次手术室就会被强制摘下一个器官 而他会被这样对待指引他不是人类 突然男人的生命体征集巨下降 但医生却没有一丝要拯救他的意思 随后便走到旁边继续帮其他患者做器官移植手术 而玻璃窗外的女友更是显得异常的冷静 似乎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男人被推出手术室 护士递给女友一只致命药剂让他做生命最后的终结 于是女友独自把男人推到焚化间 随着一针药剂注入体内男人终于没有了呼吸 然后女友将男人推入火炉内 关上铁门再按下焚化的按钮 一顿纯熟的操作下来也意味着男人的生命走到了尽头 二十年前公子和小友生活在坐落于深山的阳光学院 虽然这里与世隔绝 教学条件比较落后 课程也乏味单一 但孩子们却活得无忧无虑充满欢乐 阳光学院唯一培养孩子的兴趣就是画画 因为在画中可以看到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画得好就会被称赞为灵魂画手 画不好就被嘲笑是一个工具人 甚至会像小友那样遭到同学的排挤和霸凌 新来的体育老师龙子看不惯学校的固画教育 他认为孩子不是机械人 他们有自己的天性 兴趣不应该只局限于画画 还可以有很多喜欢做的事 当龙子老师发现小友不擅长画画被欺负时 他鼓励他可以发展自己喜爱的足球 如果踢得好将来还可以成为一名足球运动员 这些话让小友满心欢喜 同时也让他觉得不可置信 而龙子老师的这个行为 引起了校领导的强烈不满 因为他们认为 如果给孩子灌输其他知识之后 会变得头脑发达不好管理 然而他并不知道的是阳光学院的孩子并不是普通人 而是克隆人 他们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就被赋予了捐献器官的使命 外面的人类是毫无目的的降生 而这些孩子却是为了拯救人类而诞生的特殊存在 学生只是逃课一分钟 就被老师惩罚做成人形标本 还五毛钱剑卖给了研究院 而助攻这起悲剧的幕后黑手竟然是他们的体育老师 就在昨天 校长为了给这位新来的体育老师解除疑问 决定将真相提前一年告知给四年级学生 校长告诉孩子们他们并不是普通人 而是肩负捐献器官使命的克隆人 需要为生病的人类提供自己身体的一部分 听着天使这三个字 龙子老师实在看不惯校长这张虚伪的嘴脸 难道克隆人就必须毫无反抗之力地 接受命运的安排吗 看着这般天真无邪的孩子 龙子老师于心不忍他们还没长大 就被设定好悲惨的人生结局 于是教唆他们从阳光学院逃出去 第二天三个孩子趁着夫人来学校选花的间隙 偷偷将梯子搬出来准备越狱 然而轮到小友的时候梯子却坏了 这也让他成功地存活下来 看到高墙外的世界让两个孩子惊喜万分 但这份快乐仅仅维持五秒就被校长活活地扼杀了 回到学校 校长开紧急大会告诉孩子们广述和圣人失踪的消息 并让大家祈祷他们平安归来 突然学校的大门上挂上了沾满鲜血的球鞋 小友一眼就认出是广述和圣人的 这也就意味着两个孩子已经不在人时 混血妹认为凶手就是老师口中的森林杀人魔 而事实上却是广述和圣人被校长带走后 成为了儿童活体器官的提供者 面对龙子老师的质疑 校长忍不住对他道出了实情 在阳光学院毕业的孩子会享有三年不提供器官的延缓期 但前提是完全遵守学校的规矩 乖乖听话才能拥有这项特权 而龙子老师对孩子灌输了外面世界的知识 让他们有了逃离这里的叛逆想法 结局就会像广述和圣人那样早早地 因提供活体器官而丧命 女人将男友推入火坑 然后按下焚化键 随着机器的运作男友的生命将永远定格在了23岁 而他却没有一丝悲伤的情绪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女人在面对挚爱的死 可以做到如此冷漠和平静 因为他不是人类 而是为延续生命而被人类创造出来的克隆人 18年后过去 阳光学院的孩子已长大成人 这也代表他们要开始奉献自己的器官 毕业后 阳光学院的孩子们会分到一些叫做农舍或公寓的设施生活 这些设施是以两人到三人为一个单位 谁与谁一起生活可以自由选择 公子与其他同学一样会畏惧哪个农舍而烦恼 由于他性格好脾气好 花花和朱氏希望继续跟他做摄友 这样大家就能摆脱总是高高在上的美和 公子的人生也不需要再被美和任意摆布 然而对于公子来说 他最想在一起生活的人是小友 这天他带着食物来找正在踢球的小友 看着曾经被欺负的小孩 如今却可以在足球场上能挥洒自如 公子暗自替小友开心 当谈论到去农舍还是公寓生活时 听到直男小友的变相表白 公子的内心乐开了花 小友告诉公子离开阳光学院后 他想当足球运动员 公子也希望能如愿地成为一名厨师 正当两个人热烈地讨论着对未来的憧憬时 看起来历经沧桑的龙子老师 却把他们拉回了现实 作为克隆人 他们根本无法成为任何人 因为他们被创造出来的使命就是捐献器官 并非只有几次义务提供 而是往后余生都在循环地提供器官直至死亡 这也意味他们一生只能拥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人类器官的提供者 龙子老师的话就像当头一霸 将学生们的美好愿景拍得灰飞烟灭 突然校长冲进来阻挠 但此时的龙子老师已经近乎魔化状态 他直言这里的孩子只是用来替换器官的道具 跟家畜没什么两样 而阳光学院的校领导更是一群伪君子 打着天使的幌子培育孩子只为拿到政府的巨额补偿金 龙子老师以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堂课给学生们道出了真相 回到宿舍 小伙伴们还沉浸在今天发生的事久久不能自拔 公子认为大家不必过分焦虑 因为心存期待就会变好 然而这样的美梦却被混血妹浇了一盆冷水 只有他一个人清醒地明白不做出反抗 就只能被动地等死 女孩当街割腕 却没有一个人上前劝阻 因为他是克隆人 没有人会在乎他的生死 毕竟他死后依然可以捐献器官 依然可以将自身的价值压榨到一点不上 作为克隆人 在阳光学院长大的孩子大多都是温顺听话的 唯独混血妹从小就有独立的思想 他并不甘于自己的人生被其他人掌控 因为他认为命是自己的 克隆人不是扯线木偶 他们有权选择如何支配自己的人生 所以在离开阳光学院那一天 混血妹就发现鞋子底下有跟踪器 他将跟踪器当成礼物送给公子 让他要学自己那样对命运做出反抗 把学生送走后 校长发现了那只被卸掉跟踪器的鞋子 自己用心培育的天使学生竟然做出反抗 这点让他根本无法接受 离开阳光学院 公子在农舍过着等待提供器官的无聊生活 而其他学院的人则忙着滚床单 这天公子终于收到混血妹寄来的信件 在信中混血妹表示过得很好 并邀请他过来自己的公寓酗酒 第二天 一大早公子就坐上送货大叔的车去找混血妹 上车时还被大叔警告 凭借天生的地图眼 公子终于找到那一座白色公寓 见到混血妹那一刻他真的很感动 混血妹带公子参观公寓 在这里会成立社团 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 还能学习外界的知识 不像那个所谓的农舍 娱乐项目只有一台80年代的电视剧 看到混血妹抽烟时 公子更是惊讶万分 因为他们从小就被管制 别说抽烟这种对身体有伤害的事 就算是食物的分量也要严格控制 这样才可以保持良好的身体做器官提供 混血妹还带公子去听组织打鸡血 为了实现存活自由的意愿 这里的克隆人一直在跟外界争取基本的人权 虽然难度系数非常大 但他们依然努力跟这种生命的剥夺做对抗 因为社会根本不想面对克隆人的存在 所以在创造他们的时候 就已经彻底地摧毁了生殖能力 即便混血妹胜意全全地邀请公子来到这里 跟他们一起抗争 但公子还是拒绝了 想不到阳光学院对孩子的洗脑教育太根深蒂固 公子始终认为自己是天使 他们的存在可以让很多人类获救 不过他错了 人类是贪婪的 并不会因为克隆人的奉献就对他们感恩戴德 反而想将他们赶尽杀绝 因为要将他们身上所有的价值都拿走 所以就算多努力 他们都无法逃脱为了延续生命的人类追捕 混血妹终于受不了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 于是决定以生命为条件 做出人类最后的抗争 这天在街上看到一员慷慨激昂的发言 他以割腕要挟夺过麦克风 忍着剧痛保持清醒地说出内心想法 作为克隆人 自己身上的一切包括血液 都是为了拯救人类而诞生 使命就是无条件的奉献 其实他们想有工作 也想跟喜欢的人繁衍后代 更想有自己的梦想去实现 但这些都是不被允许的 他们就像家畜一样不能拥有自己的人生 从某种意义上想 身为人类的我们跟克隆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很多时候我们同样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因为我们时刻都在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度日 在特定的年龄就必须结婚生子 在一定的年龄段就得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一旦做不到就会被定义为异类 失败者 如果把混血妹当成克隆人看待 她的反抗犹如飞蛾扑火 结果只会自取灭亡 但如果将她归属于人类看待 那她就是一个敢于跟命运对抗的民族英雄 男人上一秒才答应青梅竹马的表白 下一秒就跟她的闺蜜发生关系 美和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喜欢小勇 而是想要报复公子 公子想不明白 美和本来就看不上小勇这种直男 甚至昨晚还让她放弃小勇 因为去到农舍会有更多的帅哥 现在为什么两个人突然就宣告恋爱呢 世界上最可恶的事 也许就是我当你闺蜜 你却让我戴绿帽吧 从小美和就妒忌公子 原以为自己身材高挑长相甜美 所有人都应当喜欢她宠着她 然而事实却是大家都喜欢性格纯真的公子 就算是平时特立独行的混血妹 也只跟公子做朋友 这天美和想证明自己的魅力 于是找到了喜欢很久的次郎老师 决定跟她表白 她紧紧地抱着次郎老师 请求她跟自己发生关系 没想到对方直接将她摔了出去 并告诉她不可以 作为克隆人 除了器官提供是不允许跟人类有任何关系的 更别说少女憧憬的爱情 得不到次郎老师的美和心如死灰 原本想跟公子倾诉的她 突然在大门前看到公子和小友抱在一起 她明白如果他们两个人恋爱 就会抛下她独自面对陌生的农舍生活 于是她找到小友 决定利用小友的同情和共情 诱惑她跟自己一起 最后美和成功了 成功地将闺蜜喜欢的人抢走了 其实她一直知道小友和公子是相爱的 只是两个人都比较含蓄 没有人愿意主动地将那一层摸戳谱 来到农舍 美和处处都给公子下马威 她明知道公子的性格喜欢忍气吞声 甚至强迫小友跟自己发生关系时 让她给自己的颈部中草莓 然后还故意在洗碗的时候让公子看到 这颗草莓就像是毒瘤一样 狠狠刺痛公子的心 明明小友是喜欢她的呀 为什么现在偏偏会成为美和的男友 晚上公子终于忍不住主动问小友 突然小友冲上去抓住公子的手 想将答案告诉公子 没想到摄友回来的声响又将他劝退 公子彻底崩塌了 原来坚守了二十年的爱情终将是没有结果的 于是他主动去找浩介让他抚慰自己受伤的心 女人被护士强行拉走做器官捐献者 尽管他使出洪荒之力去挣脱 但仍然如同砧板上的鱼肉那样任人宰割 因为他是一名克隆人 他的生命根本不值半毛钱 就在昨天 公子终于收到美和的捐献通知书 通知单上写着一次提供肝脏小肠一线三个器官 这也就意味着美和即将在手术台上死去 公子跟工作人员再三确认 对于克隆人来说 正常是需要做三次器官提供 一般到了第三次很多克隆人都会挺不住直接死亡 而有些则可以挺到第四次 但这个过程会很煎熬 因为他们会变成植物人那样不能正常自领 拿到通知单的公子内心很忐忑 作为看护人他有义务去通知捐献者 但作为闺蜜 他却不知道以怎样的心情去告知 原以为美和会怒斥命运对自己的故宫 没想到他却表现得异常的坦然 似乎即将面对死亡的并非自己 这让公子陷入无尽的沉思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个曾经高傲的公主变得那么借地气 两年前 阳光学院三建客还生活在农舍 虽然每天等待捐献的日子很无聊 不过三个好朋友窝在一起的小日子也算开心 即便喜欢的小友被美和抢走 而且每天都会饱受美和的精神折磨 但是对于公子来说 在死亡来临之前 他希望可以珍惜这一切自己存在的印记 这天社长阿力告诉美和外出时见到他的本体 并劝他考虑去见一下 因为克隆人可以预见本体的几率是非常低的 而美和却没有要去见的意思 他认为愿意捐献细胞的人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然谁会愿意世界上有另一个克隆自己的存在 出于好奇 第二天美和还是去吧 只是最后落得失望而回 因为那个跟他长相相似的女人是左撇子 自己则是习惯性用右手 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判断出 那个女人并不是美和的本体 没有见到本体的美和心情很烦躁 阿力提议大家一起去附近的公园散散心 这时公子看到小友手上的海报上有望岐岛这个地方 他想起阳光学院的校长曾经说过 公子决定一个人去望岐岛 当他坐上列车时却发现小友就跟在身后 来到望岐岛 看着海滩上布满的垃圾 让两个人对这里的憧憬瞬间消散 突然小友拿出龙子老师寄给他信件 信中老师说曾经误会校长的教育方针 离开后才深知那些都是阳光学院对学生最大的保护 小友很疑惑 难道所谓的保护就是岐岐提供吗 不过此刻对于公子来说 是否存在岐岐已经不重要了 混血妹的离世对公子造成很大的打击 让他不得不再次幸福命运去接受他的安排 如果迟早都要捐献器官而死 那么再多活几年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友突然转身离去 他决定在这里找回小时候送给公子却被偷掉的唱片 可是找了好几家都找不到 直到他走进一家隐藏的服装店 听到广播正在放一首似曾相识的歌 他马上断定就是出自那张唱片 不过在询问下得知那张唱片是非卖品 小友软磨硬泡让老板卖给自己 老板答应了 其实小友这么做 无非是想让公子重拾对生命的期许 因为校长说过只要遗失的东西 在旺岐岛都可以找到 他想公子存活的信念应该也可以吧 在等车之际 公子看着手上的唱片觉得很神奇 因为他没想到丢失多年的东西居然在这里找到 小友告诉公子只要有梦就会实现 听着小友的梦想论 这一句喜欢让小友受宠若惊 本以为他与美和伤害的公子那么深 公子早已转爱为恨了 没想到他对自己的喜欢并没有减弱 或许他也应该坦白面对自己的内心 回城的路上 两个相爱的人终于冲破道德的屏障 将属于他们的爱情紧紧地握在手中 女人死死地抓住闺蜜 颤抖的双手无声地渗透着她的恐惧 他是一个被人类当成家畜圈养的克隆人 创造的目的就是为了捐献器官 但是家畜在面临屠宰时也是会挣扎的 何况他是有灵魂的生命 公子拿出阳光学院的校训 从来没有做过提供者的公子 在面对一次次的生命镜头 他又怎能切身体会到这份对死亡的凝视 作为克隆人 公子和美和从小就被灌输了捐献器官的使命 自出生开始他们的人生就被限定在奉献的观念里 想要为自己而活这种想法根本就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可是混血妹的离世似乎点醒了公子 他决定向命运反抗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终于爱情 把小友从美和手中抢回来 在望其岛度过了愉快的二人世界后 公子向小友再次表露爱意 在回城的车上他们终于破天荒地牵了手 第二天 小友约公子在杂物房相见 他决定要坦白面对自己的内心 他要跟公子在一起 没想到美和突然走进来跟他说 公子会跟他在一起只是为了申请延期 一个跟谁都可以发生关系的女人 是不可能喜欢他这种直男的 从小到大 公子都把美和当成最好的朋友 就算是犯错了 他也会无条件地站在美和那边为他解围 即便是耍手段将喜欢的小友抢走 公子也只有忍气吞声和默默祝福 然而如今面对他的诬陷 公子彻底伤透了心 他不想再被美和玩弄在手中 其实公子内心明白 最让他伤心的并不是美和的话 而是小友对自己的不信任 心如死灰的公子决定离开农舍去当看护人 这天公子收到美和的看护申请 同时照看四个提供者的他同意了 即将面临第三次提供的美和 希望在死前可以跟公子和好如初 其实小友何尝不是呢 作为提供者捐献器官后 就必须住进特定的医院 在这里进行康复治疗和等待下一次提供 独自面对空房的他真的很怀念曾经的小时光 美和看着两个提供者牵手的场景 他突然想起在阳光学院时的自己和公子 不也是那样吗 突然他告诉公子 最后的遗愿就是可以跟他和小友 再回一次阳光学院 可是提供了两次的小友身体并不允许 对于小友来说 他有着跟美和一样的遗愿 所以在没有得到批准的情况下 他偷走出来了 三人重回故地 回忆一幕幕冲击事业 二十年前的欢声笑语恍如昨天 然而不同的是 如今阳光学院的孩子面无表情 就像是一群行尸走肉的工具人毫无生机可言 准备离开时 公子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虽然他跟童年的公子长得一模一样 但是女孩的眼睛并没有光 甚至连话都不会说 这种缺乏灵魂的样子 却跟年幼的公子判若两人 其实公子明白 他跟那个小女孩都是人类的复制品 不过他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还是归功于阳光学院的教育 在回城的路上 美和突然向公子和小友道歉 他一直都知道他们是相爱的 而他为了把公子留在身边 虽然抢走了根本不喜欢的小友 因为他知道 只要有小友在的地方公子也会在 美和拿出校长的地址 让他们去追回逝去的时光 这一刻三个人终于释怀了 比起活着 曾经的爱恨情仇早已不再重要 男人大声地喊着 紧接着不断用手锤打路边的温蓝 即使守护已经血流不止 但他也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他不是普通人 而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而被诞生的克隆人 小友情绪失控的原因是下个星期 他就要接受命运的洗礼跟世界说再见了 自从美和也离开后 至今阳光学院存活的克隆人就剩下公子和小友了 看着小友身上那一道道刀痕 公子很是痛心 这是他第二次的提供痕迹 在第三次提供来临前留给两人的时间也不多了 如果想要延期捐献 就只能寄望在阳光学院的校长身上 于是相依为命的 他们按照美和给的地址找到了校长 阳光学院曾经以画画判断一个人的灵魂 所以公子猜想延期的关键就是画画 从小友的画中 校长虽然感受到了他对笔下之物的真爱之情 但是他告诉公子和小友 所谓的延期只是谣言 根本不存在 他之所以创建阳光学院 是因为他的身份也是一个克隆人 校长的父亲是研究克隆技术的科学家 为了科研父亲创造了他 而他的本体其实是他的母亲 这些年他被当成正常小孩抚养长大 由于母亲去世走 所以没有人发现他是一个克隆人的真相 直到多年后他发现自己不来月室 也不能生育才确定了这个事实 父亲去世后 他拿遗产创建了阳光学院 目的是让克隆的孩子也可以接受应有的教育 不至于最后被迫捐献器官 他想象世人证明克隆人 其实是有思想的生命跟人类没什么差别 曾经孩子们不明白阳光学院的课程里 为什么有70%都是画画 那是因为在画中可以体现出人类的灵魂 这些画会被夫人选中的背后是拿给政府官员看 最终目的是想为孩子争取生而为人的权利 然而无论怎么努力都是徒劳的 因为捐献器官是人类活得更久的保障 谁愿意放手呢 于是人类大声反对克隆人有灵魂 他们就活该像家畜一样 除了奉献器官根本没有其他活着的意义 得不到言妻答案的小友心如死灰 凭什么他们就要背负着捐献器官的使命 凭什么他们就不可以跟爱的人追求想要的生活 回到病房的他不吃不喝 似乎想用这种伤害自己身体的行为来做最后的挣扎 公子为了让小友重然希望他找到龙子老师 那个为他们一叶白头的女人早已走出阴霾 曾经想为克隆人争取自由 没想到最后还是被现实打败 足球场上一个父亲正喊着儿子的名字 而那个名字正是二十年前逃离学院被迫做儿童活体捐献的广述 父亲用的心脏就是广述的 所以他为自己的孩子取了一样的名字 龙子老师希望通过这件事来慰藉小友 身为克隆人他们并没有白活 因为他们对人类做出了最伟大的奉献 那就是延续生命 对于小友来说 他是幸福的 因为在临终前有爱人的陪伴 也有爱人为他结束这一切 而公子到最后可能连一个为他按下缝花键的人都没有 他才是最可怜无助的 公子将小友最后的遗物扔向海里 这个足球代表着挚爱的梦想和他们的爱情都在世界销声匿迹 对公子而言 也许收到捐献通知书是一种解脱 但此刻的他已经等不及了 他迫切地想要结束生命 因为要一个人承载所有同伴的死而孤独地活着真的太残忍了 就在这时 那个代表小友梦想的足球却拦住了他的去路 作为人类 我们总是漫无目的的度人 从来没有想过存活自由对克隆人来说是那么可贵 他们希望延续生命的长度去对抗命运 但最后却显得那么无力 无论是人类还是克隆人 没有人会逃得过命运对生命的洗礼 你死死掐住的那一颗救命稻草最终也会离你而去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但孤独才是人生常态 不过这样又如何呢 即便你将肉体上宫 但还有精神灵魂留存于世 这或许就是生命的意义 也是时代年轮陪伴你活过的印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